我是鱼雷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静坐和养生 在佛学中 把人的日常生活统归为四种不同姿态 那就是行住坐卧 这个叫做四微仪 在四微仪中坐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姿势而已 想修禅定 不但坐时要定 在行住卧也要能定才行 不过在修定的开始阶段 以坐的姿势入门是最容易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免不了会得种种疾病 一切疾病又分为身心两个方面 而我们平时往往只注意身病 不重视心病 实际上 身病的发生 大部分都是从心而来的 主要由于忧思惊怒 心神扰乱所造成 凡是贪食 贪德 贪圣等等 都足以招致病患 经伤肝损心 六脉震动 无腐沸腾 因而气血耗损 风寒鼠尸都乘虚而来了 而各种药物呢 只能救治身病于一时 如果不从根本治疗 虽然一时痊愈了 而治病的根源没去 随时有遭其清洗的危险 人们在忙于生活事业之余 不知道设法安定思想 除去烦恼 甚至有贪德无厌 纵欲忘身的 这叫处处与自己过不去 神智混散 气血失调 所以呢 就遭受疾病凝弱的痛苦 这是非常可叹可惜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身体健康 就应该先去除疾病 想去除疾病要先补气 要补气就得先养性 要养性就要先去除烦恼忘心 使心不动摇 自然精气内冲抵抗力强 疾病也就不会发生了 而静坐 可以使我们散乱的心念 逐步归于宁定 心定则气和 气和则血顺 不但可以趋病强身 而且可以去除主观和迷惘 获得心静的安乐 所以静坐 的确是最基本的修养法 我们人体的构造是非常复杂精妙的 它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主要依靠神经系统 尤其是大脑的作用 同时根据生理学的观点 人体结构最大作用 首先在于生活的维持 两方面摄取体外的氧料和氧气 供给于体内的器官 一方面是体内的二氧化碳和其他肺料排除体外 这种物质交换的现象就是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没有一息停止 主要依靠心脏 脉管 淋巴管等等器官来循环 使血液不停地运行全身 心脏有四个腔 左心房 左心室 右心房 右心室 它是推动血液流动的器官 淋巴管遍布全身和静脉并行 血液的循环和呼吸有着密切关系 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 使静脉中紫色的血液变成红色 再经动脉输送到全身 血液的体循环一周约需24秒 一昼夜共计3600周 我们呼吸的次数一昼夜 大概是两万多次 所吸入的氧气有380立方尺 这么可观的工作 我们平时自己是察觉不到的 即使我们能呼吸正常 血液运行没有阻滞 那么身体就能健康 一旦发生阻滞 全身的各个器官都会得病 而通过休学静坐 可以使大脑皮层的活动 趋于镇静正常 促使全身各机构的工作 更加顺利协调 同时呼吸因为练习得到调和 借着呼吸的功用 使恒额膜上下动作 腹力也紧凑 逐出腹部淤血 反归心脏 再从心脏逼出鲜血 输送全身 这样血液循环就通畅 心沉代液作用就圆满 疾病就不易发生了 人身体本身就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 我们要修行两方面都不能偏废 但心理方面更重要 比如说吧 一旦这个人感觉惭愧 就面红耳赤了 内心一焦虑 不知不觉满头的白发了 这都是心理影响在身体上 愉快的时候 五官见闻感觉优美 悲哀的时候完全相反 这是心理影响在五官 兴奋的时候能多吃点 郁闷的时候不爱吃东西 这是心理影响到肠胃 愤怒嫉妒等等不正常的感情升起 能使血液和其他组织中发生毒素 这是心理影响血液 所以说 心理的力量足以支配肉体非常强大 而一般的禅师 往往能够借着锻炼心意的修养作用 来驱除病魔 虽然体质惨弱 但由于心理强异 也能获享高寿 所以说心理对人的健康 所具有的影响力 大得不可思议 这个静坐不但对生理有帮助 从心理方面 也可以使全身的精神 归于统一集中 促使心理现象 向健康更进一步发展 抱着一种平静的态度 是与注意的分散 做斗争的唯一方法 心理安宁正常 思想也清明愉快 自然促使体气和平 趋病延年 中文字幕提供 静坐能够使我们注意力 精神力集中 你好比说我们要用三棱镜 或者凸透镜 摄取曝光于一个焦点 就能点着 这是因为曝光集中以后 就能够产生高度的热力 无情的物质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友情的精神力呢 苏东坡讲 愈可化足时 见足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 当然宜其身 只有这样集中心力 全神贯注在一个对象上 作画便能神话 智学便能深造 所以中国古人说 智心一处无事不办 又讲精神所致 今时为开 这静坐就是精神力集中的锻炼术 静坐成心 把妄念逐步淘汰 妄念悦得提炼 由精神集中所发生体内阳和之气 更有补虚导致 乃至重新组织以坏物体的功能 所以凡静坐躬身的 能够提起这集中后的全部精神力 贯注于身上病痛的地方 运用阳和之气 消融阴蛮欲结 使活力热力 渐渐发挥治疗作用 学禅的人 一心照顾参究 整个心力集中在移情上 越集中力量越冲 力量越冲 集中程度就加深 等到集中到顶点 一念顿歇 就能够湛然洞彻 从这里可以看见精神中的力量 小可以康健身体 大可以铭心见性 而下手的方法 就是静坐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 不免于发生种种苦恼 都是由思想纷扰 痴迷不觉而来 比如迷于财物 往往有因为盗窃而犯法的苦 迷于爱情 就可能有失恋自杀的苦 事情过去还要计较自找麻烦 事情没产生 却比量分别不肯放松 这都是缺乏定力 所以说自心放荡施主 这是世间低等苦人 只有努力修定 才能由弱转强 由于转至 明辩邪正 有力把持 在惊涛骇浪中 亏然不动 不被苦恼所破 我们研究学问 完成事业 处理问题 应付变换 都需要定力 与定有密切关系的 是借慧两个方面 由借生定 由定发慧 无上智慧一定是由定发出来的 无漏大定一定从借生发 所以说清静持戒 来对峙贪嗔痴等烦恼 和杀盗淫等恶业 是修定的重要基础 这定的境界 大有深浅 有入世间禅定 出世间禅定 出世间的上上禅定等等 所以修行方法就无量 而且本来在我们行住坐卧 一切时中都可以修定 由于我们散乱的力量太强了 在静中修持 比在洞中比较容易 所以修定的人 出下手的时候 以静坐为基础 在做的时候 一切放下 身心收敛 外境不饶 内心无碍 身口意都安住在清静的律意中 自可栩栩入定 所以古人云 若人静坐一须余 圣造横杀七宝塔 宝塔毕竟遂为尘 一念静心 成正诀 我是于磊 下集再会 宝塔毕竟遂为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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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